接著我們要來看怎麼樣子用SWI Prolog來執行一個Prolog程式 為了這個原因我們想說從維基百科上面先找一個程式來用 我從這裡下載了一個程式 然後就把它貼到這裡來存檔存成CCC的Prolog parent.pl這個檔案 存完之後呢當我已經安裝好SWI Prolog了 它這邊就會出現一個貓頭鷹的圖示 副檔名必須要是.pl 那你點兩下之後呢這個時候它會開啟剛剛那個檔案 而且呢用SWI Prolog來開 那這時候呢我們用問句來問它 像這個sibling 那我拿來問它 喔!貼上去會有問題 所以呢不能直接貼 那我們就重來一下好了 用貼的會有問題 所以我沒有用打的 那我們來打一下 好!剛剛這邊 好!剛剛這邊 Sibling Sally Erika 那所謂的Sibling就是 他們有祖先和那個後代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他會回答我們True 所以跟這邊所說的回答Yes 不太一樣 但是事實上是同一個意思 那所以我們要執行一個prolog程式 在SWI Prolog裡面 就是先編好 然後點兩下 它會自動打開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問它問題 或者它有 如果有輸出它會輸出結果 好!那這大概是我們的 示範的prolog的程式執行方法 OK!